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70年 我在同学王一芳的家里 看到一个人 与我今天差不多同样的年纪 王一芳告诉我 他就是张学良 我当时想 这个国家罪人 怎么会出现在你家里 到后来 慢慢地 我读了更多的历史 但是 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我知道 历史并不是像教科书那样讲的 我对张学良有了敬意 20年过去了 1990年 张学良愿意对我讲他的历史了 我把它记录在世纪行过里面 一晃 西安事变80年过去了 这段历史其实今天仍然大大的影响着我们 现在 我们就从918说起 1927年 日本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 决定要征服之那 必先征服满人 这就是田中奏折 世界经济大恐慌既致而来 满铁的经营恶化 日本怪罪于张学良在铁路上的平行竞争所致 他们认为日本的生命线受到威胁 因此 要动手了 我跟您说 日本欺负我们的军队 那我们就告诉军队 你不要 到处日本 他 到处他来挑衅 那我们的站岗 那我们都告诉这兵 你不要跟他挑衅 你可不认为他站岗 站岗他就拿洋火 在这个枪上 砰 划个洋火这样抽香烟 那是不是日本病 他真心挑衅 沈阳 柳条湖 1931年9月18日 关东军爆破了这里一段的南满铁路 然后进攻北大营 这就是918事变 这柳条湖这个地方就是很小个小站 在北大营驻兵里面 和东北大学中间 那天是阴历八月初七 阴历八月 正是刚有月亮的时候 这10点 20分 这炮弹一次就冲 就冲我头上过去 那炮弹呢 在夜镜里可以听着那声音 噓噓噓 又这么响 清空就 他打着北大营 哎呦 我这严重 那天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 晚上10点钟左右 我正从教师出来 就是你看到那个理工大白楼 你看到现在省政府在那个地方 我正出来出来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 很响 轰轰的响 搁我头上过去 不久听到那边轰炸 听到这个子弹从这个头上过去 他说 演习啊 以为是演习 没晓得是 日本人已经开炮了 开枪了 新冬以后有枪 有炮声 接着有枪声 周角就不对了 那时候我们三个团都住住北京 这两个团呢 谁给他命了 到现在我也不清楚 这就走了 撤出银房 最后就上我的一个团了 一天我为什么命了不能走啊 所以要想走呢 日本人围上的非打不可呢 所以不抵抗的抵抗就这么来的 你说王铁汉呢 说他这一团 他在北大营 他有点迪卡 别的一团都没有迪卡 到天亮的时候就撤退了 那么撤退我们天亮 我看得清楚 北大营着火 那天气很好 这个烟很高很高的 火光也可以看到 我召集学生聚会了 我是代理校长吗 我说应该 中国叫国家阳士 国家阳士 而且还有中国说的 有世报国恩 咱们现在的国家现在有个困难了 我们是在一个大学学校 我们叫士林 应该有一个精神呢 要叫精神 世报国恩 一夜之间 沈阳全程沦陷 兵工厂 长官公署 空军司令部 大帅府 全被占领 东塔机场的三百架飞机也落入敌手 事变发生后 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 蒋介石事前就给张学良点报 万物成一时之分 致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也同意不抵抗 他以为这样事情可以不破道 这只是局部事件 他后来说 我把日本情形看错了 这个不要误会 不是讲一个这样的 那完全是我个人的说法 不抵抗 不抵抗主义 这个不能说推的 有人就好像退休我的责任一样 有人耐火我 又说这是政府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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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个不抵抗 这个9184门不抵抗 是长一共的意思 是全国叫你不抵抗 反正你自己不抵抗 他说 这什么关系 他这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不抵抗是我 我下面的人不抵抗 那为什么下面的人不抵抗呢 他说 那个人在到处装麻烦 我去告诉他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他怎么样挑戏你都不理他 他挑戏不止一次 他挑戏多少次 我就不理他 不理他嘛 他什么才是最后第一次 他又不理他 他就抛打北大英了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 说不准惹事 不要惹日本人 日本人怎么打 他打你不要还手 你要还手就架就不打起来了 他是这么一个政策 所以说不抵抗政策 北大英啊 假如是我当旅长的时候 我不确定 就说清天白日之下 你外国军队 湾湾城市 就站连你城市怎么说的 怎么不打 怎么不抵抗 这莫名其妙嘛 那是大错 赵四风流珠五房 翩翩蝴蝶醉当行 温柔相识英雄准 哪管东施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玄馆又相催 沈阳已现修回故 更报家人无几回 这是明示马军武所写的 《哀审阳诗》 奉骂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 所以我说这个 我最恨马军武一句话 就是赵四风流珠五房 你看这蝴蝶有个声明的呗 他说我从来没看过这个张牧人 我没跟他见过面 这完全瞎说了 这已经证实了 918当晚 张学良请了美国公使 和何东爵士 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 看梅兰芳的鞋 何东的儿子何世里是张学良的副官 张学良的时候伤寒病刚好 他在协和医院住了三个多月 戏看到一半接到电话 张学良丢下客人就走了 何世里说他父亲不知情况 认为张学良没有礼貌 还很不高兴 马军武那首诗虽然捕风捉影 但张学良当时生活糜烂 确实也趋如有霸 我二月五号下午 他就去见他去了 现在张学良面黄疾瘦 一身的病 他本来那天晚上他都想好了 一定要指问他去 你说东北那么多军队 你怎么一枪不放 你就拱手把沈阳酿出去了呢 他本来想去宰备他去了 可是他一看见他那 一满脸的蜡黄的脸 那个非常难过的样子 所以他也就把他那话都 那个那个那什么呢 那就咽下去了 完了张将军很难过 感觉到他就说了 你看我们这个皇后团的血迹 还没干呢 这个九一八事变又来临了 那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就 眼看就要做王管奴了 张军军也很感叹 高崇明一看这情况说 看起来这个南京啊 能不能改变他的政策呀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咱们就得 咱还得发动民众 东北民众三千万 我想不都不会干预 做王管奴 张学朗将军也有很多苦衷 他们我父亲他们到了这个 到了北平以后 马上到这个医院去看这个 这个张学朗将军 张学朗将军说是这个 我是一个军人是吧 我要服从这个 服从这个 这个中央政府的命令 给我几次来电报 让我不抵抗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父亲不以为然啊 这个跟他这个进行了激烈的 这个这个 这个争吵 说你放弃了这个这个 我们东北放弃了 我们三千万东北的同胞是吧 这个你对他很不满意 有一次吵的张学朗将军说 那么好了你们来干吧 我我我我卖国 我这个不抵抗是吧 那你们来干好了 不欢而散 后来有有很多朋友在一起 又劝我父亲说不能这样子对待少帅吧 后来他们有有有演好 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少帅就支持这批东北人啊 这个流亡到关内的这批东北人啊 来进行一些抗日的活动啊 比如说他们在西山啊 在北平的这个 就现在香山那一带 秘密的办起来这个 这个培训班啊 干什么呢 教怎么样子开放枪啊 怎么样子炸碉堡啊 做些军事训练啊 那么然后就大批的派遣这些经过训练的人 到这个东北去组织益勇军 这里面张学良将军都 都是给给了大量的金钱的资助 而且呢用呃 发了这个东北军的这个委任状 委任这支EPV潜伏到这个 呃 官外去进行这个抗日活动 东北马战山和各地的义勇军 风起与日本人对抗 义勇军最盛的时候有三十万人 官内的抗日请愿也很热切 同伯们 起来 起来去杀净我们的敌人 同伯们 走 起来 我来 我去队里山脑 一定后到这些都 和你当地装 我去队里山脑 都 你不想的 到这些都 在这些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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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国民政府仍想依靠国际联盟,诉诸功力,对日本采取不交涉的方针。 国联派出理论调查团来中国,张学良夫妇接待了他们。 大家同游了长城。 但是,强权哪管工理? 李顿调查团在关外调查了半年,得出了一个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都不满意的结论。 不过,他至少说明了九一八不是日本合法的自卫行动。 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国联应不予承认。 为此,日本代表退出了国联。 明目张胆地走向战争。 这时候,伊尔巴松户抗战发生。 日军向上海闸北进攻,十九陆军的坚决抵抗挡住了日本。 中日签认,松户停战协定。 然后,日本再回头来攻占锦州和山海关。 热和危机,张学良空含抵抗,却无决心。 他向国际社会呼吁,制止日本的扩大侵略。 日本数年对中国反对统一,以及经济的发展。 所以对外宣传,说东山省不是中国的一部,东山省数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 同新英格兰在美国的一部一样的。 现在有三千万人民在东山省是他们的故乡徒,所以他们这三千万人民有九十九分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徒而奋斗。 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为这个暴力之下,牺牲有数千万的财产,有数千无告的这种平民。 现在因为这种暴力之下,破坏了国际的调谣,尤其更破坏以三千万人民对生命奋斗来的国际联盟。 所以我自己很希望日本不要这一亿的骨目的骨形,以致使世界受的重大的牺牲而不止。 汪精卫,蒋介石也主张一战,告诉张学良,唯有决战可以拯救民心。 宋子文到华北打气,但中央之援军并没有到。 热和省主席汤玉林又不战而逃。 张学良说要守三个月,结果不到十天就一败涂地。 蒋介石在保定火车上,对张学良说,三个人在船上,大家都会沉。 张学良说,那我下船去。 回去大哭了一场,随即辞职下雨。 好像觉得他是个玩话,是个公子姑儿了, 根本对于国家,好像没有真正负责任。 后来我们觉得,好像他们,因为过去我们看了,好像老总统过去的, 说小是聪明啊,大是糊涂。 我觉得大概这个八个字对他,可能是他的批评。 自汪精卫以下,全国的人都对张学良不满,只有蒋介石还护着他。 为了张学良要军费的争执,汪精卫气得下意出国。 热和之战,看到军队如此不济,汪精卫也对抗日失掉了信心。 我就是汪精卫,汪精卫就是这么,汪精卫这个人很可喜,真可喜。 当年我最佩服,我佩服人,我佩服汪精卫,我很佩服他,后来的汪精卫这个人,利令自昏。 关东军只有三万人,因为不抵抗,东北拱手让敌,少帅不回,老臣无主。 自张景卫以下,纷纷做了汉奸。 关东军司令本庄凡与张学良私交很好。 他推说事变是由其参谋长板员征四郎所为,他只能追认。 本庄把张学良的家产送到北京,也把吴俊生的家产发还给吴泰勋。 所以我就讲对吴泰勋这段事情,他,我就找他来,他白天没来,晚上来,夜间到我都来。 我就问他,他说我日本人,把我家产都发还了,把他家产,他家产很大,他凭我们家有钱,都发还了。 他说,我日本的条件,我不能在中国做事情,不能再给中国做事情。 那我当时跟他,我说我特训,请你走,从今以后,你不能进我的门,我也不认识你这个人。 我说,你就是这么样一个人的。 日本人也把您的家产给,发还给您了? 我不要。 我没有,我让他整个人拿回去。 对,对,我都。 我说我们好想了。 我说日本人,他们算打,赔给我们也不够。 两列火车发财,我说你不拿,那时候那本,我跟本庄很好的朋友,我们俩,我就跟本庄,我说你要不拿回去,我的火车站都熟了,我与你脸很不好看啊。 我说你拿回去,我家的怎么摆,你给我怎么摆,我会拿,我自己会拿,我用不着你说。 我说你一直羞辱我,你要还我,还我东北的, 东北三省,你还我,你还我,我私人多就算什么。 我东北三省比你日本三岛还大,比你还负重,你帮你日本三岛给我也不够。 本庄凡被尊为满洲建国之父,做到天皇侍从武官长,战后切副自杀。 百元征四郎被以战犯问教。 长春 这些唯俄的建筑,就是满洲国的八大部和国务院。 土匪员,这位因劝张学良做满洲皇帝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张学良连他的面都不见的日本顾问。 终于在天津找到了儿皇帝溥仪,拉他出来再做一次莫拜皇帝。 1932年,号称王道乐土的满洲国成立,长春被改名为新京,日本终于占领了他第一段的生命线。 但正如碧原外相所说的,日本如此做,不斥吞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从此,日本被野心的军部拖入了十四年战争时代,最后这条生命线成了原子弹的导火线。 我说日本不亡啊,那真是上帝的旨意。 我叫你这个国家,就应该亡。 你叫你这个军人的跋扈到这个分子上,这个国家还没有亡。 哪有这个军人这样的跋扈? 我提起你,你就算一年,就你吧。 那会是天然泪香。 当然,受害最大的还是被侵略的中国。 十四年间,东北有六万七千人被杀害。 七三一部队拿东北人做细菌实验。 反满抗日一直没有终止。 作为一个中国人,张学良想确保东北入版图。 这就于想独占满盟,并视其为生命线的日本另一项冲突。 终于发生了九一八事件。 张学良谋受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这股国恨家仇,最后使他转移为急于抗日。 世纪行过,下一集,我们要讲黄嘴牙子张学良的往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一切的故事要从这里说起。 张学良说,我走一步等于别人走两步,因为我有个好爸爸,我要运用这个机会为国家做一点事。 而张作霖从一个地方保险队的首领做到了中国的元首。 他是一个刚毅不服输的人,最后,也就是因为他不肯屈服日本人在铁路上把他炸死了。 这使得张学良少年登科,继承父业,展开了近代中国一段重要的历史。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俄国就趁机占了全东北。 他们把东北视为黄色俄罗斯。 这时候,东北视民不聊生,盗贼奉起。 其中有个年轻的马贼,叫做张作霖,逃到了辽宁台安县八角台的地方。 1901年下初,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 我是这样的,我跟我父亲大概,要是迷信的话,有很有奇怪的事情。 我生我,生我那天,说我父亲很喜欢我,也是,不是,不但说我是很羡慕, 生我那天,他就是出去打仗打一个胜仗。 他打完胜仗,回来知道生我。 可是,我生我并不是生的,人家很多是,人家所谓的八九台这个地方是我出生的, 其实我不是。我出生,我逃难只生在车上。 所以我的头,假设你摸一摸,我的头上很多的缝,都是没长颜的。 张学良生下来以后,母子们就寄居在这户人家中。 老的房子早已轻毁,只有院中的老景和枣树仍在。 这棵枣树,已有两百年的历史了。 我是真正生日是阴历的4月17,4月17,我父亲后来,父亲死也死到4月17,所以我被生日改了。 我那时候逃难,我父亲死,我母亲生在我车上,我能活,我这很奇怪的。 我那时候我母亲又有病,她也没奶吃,我小时候能活,他们的, 那我不能活,现在活这么大时,那就是吃什么呢? 就被那个,我母亲没奶,被那高粱米饭,焦碎了,就那么喂我。 北京,故宫。 翻开中国近代史,就是一夜充满着屈辱的国难痛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的列强入侵,蜻蜓被迫割地赔款。 北京三度被外国军队占。 今天,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不要忘记,在上一个世纪这个时候,北京是被八国联军给侵占。 我那时候很消极,同时你知道我,我这个时候我是个内国狂,我一年轻的时候我就对国家的事情很开心。 那时候我东北正21条完了,刚21条,那我就说半王国奴啊。 我自己一个,我东北人就是半王国奴的,这有什么什么希望? 就当王国奴的坏。 中国已经快被瓜分了,列强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各有各的租界地盘。 满清推翻了,民国建立了,但是有名无实。 皇帝没有了,出现了无数的土皇帝,军阀。 张作霖就是最大的军阀。 枪杆子里出政权,他要儿子也走他的路。 我年轻的时候,我很想教医生的。 所以我常常说小话,我说医生没有成功,结果教会杀人。 所以我从此内在,我自己心里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我年轻的时候,要当军人,我父亲教父亲,我一句话。 他问你真要做军人吗? 问我,你真要干吗? 他说,我要做。 你要做军人呢? 你把你的脑袋拿下来,伸到你的荷尔袋上。 这意思就是,他,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不一定是打死,也许就是长官们的猝死,也许反正你被死这就扔开。 你当军人就脑子里面,所以我脑子没有死这个字。 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 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是一年就毕业的。 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是一年就毕业的。 我们分四个小期,三个月一个小期。 头一个月,我月考,我考第一。 第二个月考,我又考第一。第三个月没考,没考第一。 但是学七考第一,一个七考又考第一。 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里,就是有点闹风潮,不是闹起了风潮。 就是学上有点鼓噪,说这个老师啊,跟我少帅吗? 这是跟我有关系。 我也就因为这件事情出了头。 我们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的教育长就西夏,你晓得西夏? 他就忽然有一天上堂来的。 我们正在堂上,他就上堂来的。 他让我们把座位都掉了。 就是我们三个人坐一个座的,大家不许坐一块座,就怕互相。 那么座位也掉了,桌子也掉了。 他就当时出了四个题。 当时考我们。 这四个题啊,就是我答了三个题对了,那个题答了一半对了。 全唐人没有答对了。 他当时,我出名节的,他当时就被这个东西拿出来了。 他说,我就不找必点。 你看看,我出题,你们谁也没答对。 就是他打上三个,还要半个题。 那所以,在同小点对我,后来他们就举我,选我当教育班的班长。 那个堂上的班长。 那么,也就是因此,这个西夏呀,他是谁呢? 我父亲那时候大将张作相。 我父亲的拳,差不多兵拳都在他手里头。 那么,他就把这话透过张作相。 所以张作相就,我起来不是我父亲提拔。 我也是张作相把我提拔起来。 那么张作相就对我,所以我说起来很难过的。 他对我那是,完全他把我提拔。 那么后来我父亲死了,他就应该当总使领。 他无论如何,他不要。 那么他一定拒我。 那么他说,他说漢青,你放心。 我怎么样对老将,我怎么样对你。 可是我跟你说明白。 那时候封殿军,文武都开大会。 谁当总使领。 他当总人面。 我怎么样对老将,我怎么样对你。 你放心。 可是我跟你说明白,你不好好干。 我拉到你后院,搭你耳挂子。 就是我他后背。 在讲武堂中,张学良遇见了战术教官郭松林, 立刻折服在这位杰出的军人之下。 张学良一毕业,就请郭松林与他去吉林交匪。 他说吉林独军是我姐夫的爸爸。 包贵心。 就是因为我。 他吉林这个土匪,叫我脚去。 那我的人干事都是要彻底, 把土匪那个头叫我给抓住了,给杀了。 那么他说我不是土匪啊。 我说你不要讲。 你不要讲。 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都想去知道。 他说我。 他问题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我后来我回封城, 我又给我父亲写了一个过程, 条程一样写。 所以我的包大就用我这个, 我父亲后来把他撤了。 把他撤了。 这位名震中国的少帅,就在极黑的荒野中,出事提升。 怎么带兵吧? 怎么带? 我跟通甘苦,你别自个装老官。 现在就是跟他们带过头。 我兵,我现在说起来很难过。 我兵对我很好,一直是。 弟兄手足一样。 他说您是黄嘴鸭子。 黄嘴鸭子。 我年轻我,我十九岁一样团长。 黄嘴鸭就是那个小鸟。 那个妈瞧我,小子不坏。 他说我黄嘴鸭团长。 打一个村庄,有一个村庄,有个篱笆。 我就靠着篱笆,那个兵就开枪打,打不一,没打到。 我跟你说,我说你无用的小子, 你把枪给我防着你去。 他不让我在外头,他不能保护。 我说你给我枪,我打。 我就装上五个子弹。 打了半天我也没打着。 我就说我都有这兵啊。 你说,对,他把我推吧。 他说你也无用的东西,你进去。 我说他无用的东西,他把我推吧。 他说他是怕上次打我, 那个老百姓家有个门。 他把我一推一直推在门里, 他说你也是无用的家伙。 嘿嘿嘿嘿嘿嘿。 1916年,大总统袁世凯想做皇帝梅城,死了。 北洋军阀分裂成婉系、直系和凤系。 婉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为曹坤和吴佩孚。 他们各有英、日、美、帝国主义的支持。 加上还有各人各省的小派系。 那十多年间,军阀之间打了两百次的大小战争。 今日为亲,明日为仇。 张学良厌恶内战,看到同胞互相残杀,大伤国家元气, 忠心为之忏悔。 1922年,第一次直凤战争发生。 我的出名就搁这么出来,凤天军队都打败了。 凤天军队有三个路了,东西两路是两大路。 东路就是张景慧。 他带着,那时候在北京那方面。 西路就是我父亲,也三个支队。 三个支队,一个是我,一个是张作相,还有一个是李景林。 所有军队都打败,就是我这个支队没打败。 我起来就这么起来,没打败。 没打败,不但没打败,我把军队给打退了。 凤军这次大败,全赖郭松林的新军抵住了山海关,才不至一窥涂底。 张作霖看见自己的路林班底素质太差,决心重整凤军。 这个任务,他交给了儿子。 那么后来,我当时不知道。 后来我在我父亲抽屉里头,看见这个东西。 他们回来,就给我父亲上个调诊。 那时候我父亲的军权,都是交过张作相。 所以我对张作相这个人,我真是想起来, 那时候王兴恒常,他说现在没有那样的。 那么,他们就大家有个调诊,上个调诊。 说,你就回凤天去,你被军权交过。 这个小家伙是不可后悔的。 那么他们大家上一个调诊。 我后,我不知道。 我那是年轻的叫我干,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后来凤天就成立一个整理处。 那么整理处啊,整理军队。 上后的。 整理军队。 整理军队。 可是整理处啊,我并总监所复监。 复监是孙烈臣。 孙烈臣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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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江东权。 不是这个,还有一个父亲的江东权。 我是参谋长。 哦,你是。 那么实在,我参谋长。 全都在你手里。 我有,全都在我手里。 那么就整理军队。 我,那是年轻啊。 我,我把我父亲的部下枪,给枪别两个。 哦。 两个人都被枪,大大的。 那有一个是我,我小孩子他带我的。 我是我的干哥哥的。 我这个枪别。 那时候,孙烈臣讲笑话。 我们哪个都说。 他说,那时候我父亲是老帅。 他说老帅啊,要枪别我。 我说,也都是你这个小子。 是,我凶得很,我那时候。 就整阵分了。 那时候,我实在整阵军队,还是郭胜林的这个。 是,是。 那我就,后来慢慢的军权也倒我手了。 是。 那就第二次犯战,就打胜了。 我就整个被武府服务给打全军进墨。 哦。 所以,多年以前,我和东北军和西北军这个不同。 西北军是训练而成的。 东北军是校园而成的。 中央那个军队编制训练都不是东北军。 在东北军的时候,它是一个地方的。 军官学校在江湖堂。 江湖堂后边陆军大学位,他要高等职学院去办。 当于陆军大学。 军官学校,军官学校基础教育以后, 军官学校部门军砲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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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砲。 把这个兵工厂建成为东方第一。 张学良则大力建立空军,向法国、意大利购买了大量的飞机。 冯庸是东北陆林老大冯林德的儿子。 与张学良结拜兄弟。 他也是个飞机迷。 飞机是这样的。 我奉天空军是我创的。 可以说中国的空军,我是前辈的。 我不能说我创的。 我很喜欢。 这新进的玩意我很喜欢。 所以我自己那时候也会飞。 您怎么学的? 就是有一个法国人叫我。 飞机从哪买来的呢? 那时候飞机是从基达里买的。 中国这时候已出现根本的变化。 外征主权,内除国贼。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 这是一项基于反日的民族主义运动。 是中国由混沌走上统一的起点。 这更是一场思想启蒙的运动。 1920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这间屋子里成立。 国民党在南方也想以讹为实。 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吴佩孚, 孙中山和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 张作霖支援了孙中山百万元的巨款。 1924年9月,直系与晚系争夺上海,将这战争发生。 孙中山在韶关试诗北伐。 张作霖则南下向吴佩孚进攻。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张学良又做了炮头。 就人家说我姓李,说我爸爸捡的孩子。 为什么呢? 说他不是要他亲儿子, 让他这么打仗,到处就打仗。 哈哈哈哈哈哈。 二次直奉之战,奉军大胜。 吴佩孚从海上逃走。 奉军收纳降军,部队急速膨胀。 军官连更换奸章都来不及, 只好以席脖子代替。 北洋炼军之精华,就被吴佩孚在此一役断送殆尽。 这是奉军的第二次入关,军队有二十个师,三十五万人。 势力延伸到上海,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繁盛地带,等于整个西欧那么大。 这是奉军的定盛时期。 北方底定以后,孙中山应邀北上。 中国前年来是栖盖上头一等的强国。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变强这个地步呢?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国民最重要的。 我们的中国人应该要赶快想想法子, 这么样来挽救。 这位革命先行者一生尝尽了失败。 他只有理想,没有枪杆子。 在现实上他想靠张作林, 在理想上他又要靠共产党。 两次的直奉之战,他都出兵北伐配合。 第一次弄得与陈炯明闹番, 陈部炮轰观音山,差点要了他的命。 还要赖女子护卫男子, 让宋庆龄为他点候。 第二次是在黄埔建军有成, 他又要放弃广州, 叫蒋介石与他孤注一职。 险些又被英国人主使的商团之乱, 把革命基地给毁了。 现在, 三角同盟的统一战线打败了曹坤、 吴佩孚。 理想与现实要摊牌了。 1924年12月, 孙文与宋庆龄从上海启程, 到天津曹家花园与张作霖会面。 张学良也见到了这位天下围攻的理想主义者。 我这段事情, 我应该很有意思, 你们知道。 那时候孙先生已经病了。 孙先生病啊, 他的病啊, 起因啊, 当然他有病了, 身上有病。 他起因, 他去看我父亲。 我父亲那时候也在天津, 见我父亲。 去见我父亲的时候, 他受冷了。 他病在床上, 我去看他。 这孙先生跟我这一段话很有意思, 我跟你说。 他, 我去看他说, 他让我做他的。 他跟我讲啊, 他说啊, 中国的这个, 这个, 宅人都在你们中国, 都在你们这个青年人手里。 那么你, 你呀, 是东北人, 不是我地位的, 你是东北人。 东北人介乎, 所以人家说, 孙中山是亲俄, 不对。 他这句话, 他就跟我说。 他说, 你东北介乎啊, 是红白两帝国之间。 但是, 孙中山要联俄容共, 张作霖却要反共。 孙中山要废除不平等条约, 张作霖却主张外重国信。 两个人, 一个要先让外, 一个要先安内。 到后来, 继承张作霖主张的, 却是孙总理的信徒, 江介石。 而接受中山先生理想的, 竟又是军阀的儿子, 张学良。 孙中山没有经历再争辩了。 他到北京, 住入了协和医院。 1925年3月12日, 他死在铁狮子胡同, 固为君的这栋住宅里。 一言, 和平, 奋斗, 救中国。 我们一个人, 你不知道万换的时候, 你才不知道你的国家。 最能振兴中国人的, 是铁路传来的汽笛声。 谁能开铁路, 谁来驾驶火车头, 就是一切争端的开始。 四季行过, 下一集, 大帅归宜。 为什么东北渊对我们父子这么好? 就是我们父子妹刮个皮皮。 那里有, 山里美光, 还有呢? 现在还是蓝花的树。 山里美的大豆高粱。 张学良最喜欢跟我谈的, 就是他与郭松林的故事。 张老帅曾经这样笑儿子, 你除了老婆不让郭松林睡以外, 你什么都听他的。 两次的直奉战争, 都是靠郭松林稳住了正脚。 张学良因此成了奉军的少帅。 但是, 郭松林后来又因为功高不赏, 倒戈反凤。 张作霖为了争取关东军的协助, 答应了日本人再组几条铁路的条件。 结果, 就作为这些铁路的争执, 日本人在黄孤屯掀了棋盘。 1927年6月25日, 张作霖黄桃家神, 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 他终于做到了中华民国的元首。 自立夺资号需要游戏, 今天呢。 就是张作霖那时候到来做那个, 大元帅的时候, 按照这个古类, 从青世皇开始。 要过去的一个金 🎵 就去当上酒,他叫田老爷,昨年出身全母,身为卑为,现在在田老爷保佑之下,现在国之掌之手,现在国上田老爷,请求祝福保佑国太明安。 像这样子,他正在报告的时候,很激动的,手一头,啪,那个金轿就掉到,掉到地上,这饼就流掉了。那时候整国的缝隙的高级官员,包括他的儿子,上亲人在旁边管理的了。 这一切都要做的,我全场打清了,全场打清了,全场打清了,就说这时候,就不抢,不抢,都在那里面上都出啊。 我父亲的人有红彩,红彩就是这斗量大,就是可以放开,但是他没有大料。 我父亲的人有红彩,红彩,红彩。 铁路。 在二十世纪初期,它是国权的象征。 铁路的铺设和经营,不但需要巨额的投资,还要有保护铁路的驻兵权和行政权。 因此,它不是一条线,而是一条带。 它是可以吃掉一个奇面的长龙。 我家就处在这个南蛮铁路的边上。 它这个有时候长大水就像这里长大水一样。 把它的桥梁,火车路的桥梁冲断了。 木材呢,送这个河下来,经过我的村庄。 它要验着这个河道,到我村庄来找木头。 谁要把木头收起来的话,那就是很大的罪悟。 中国政府、军官、警察一点也不敢干涉。 因其所行。 我小时候看到好多次这种游泞中国人民的事件, 心里都愤怒而不敢言,而不敢斗。 所以我小时候就立下来整治一些。 一定要学工程。 为什么要学工程呢? 修这么好的铁路,我们不知道怎么修的。 列强的对华侵略就是以租港逐鹿为起点。 外国人控制了中国80%的铁路。 清廷游船游船部上述盛宣淮举外债修铁路。 被指示出卖了国家主权利益,引爆了四川的保禄风潮。 紧接着才有辛亥革命。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下台,也把铁道作为建国大纲的试点。 交通系是民初主导政局的重要金脉。 赵庆华,赵一迪的父亲,就是交通系的要脚。 在东北,日本人要建铁路,张作霖也要建铁路。 争执不下,日本人把他在铁路上炸死了。 这把他的儿子张学良推上了政治的轨道。 后来,仍然是铁路的争执,日本人掀了棋盘。 这要从日俄战争说起。 日本胜利的代价是拿得了一条南满铁路, 还有大连吕顺的租借权。 我跟你说日本人,那大连吕顺快到年头了。 我们就伤了手回来。 我跟你说,哎呀,你要说这个。 那日本人说一句话。 你知道他回答一句话什么话? 他说我们建设了一个城,你给我建设回去。 建设整城,你把我建设回去。 我是建设了一个城,你要想拿回去,你给我建设回去。 那就换句话,你想随便守回去,没那么苦。 那就等于用武力。 就是拒绝的话。 所以我说那日本人,那本来,那时候日本那是没法子。 那本来南满铁,我们有权在那里。 那他就,有两个,南满铁本来是有中国的骨子应该。 东北人也成了原体验派。 从铁路上体验到日本的横暴。 铁路上体验到自己是中国人。 鲁迅在日本看到斩杀中国人的影片中,中国人麻木不仁的旁观镜头,也使他体验到,挽救中国人的精神比医治他们的身体更为重要。 这使他,气一从文。 我们的中国人呢,日本那个火车,这个铁道,你走过,没有道理,他就可以把你烧。 不是,把你拿出来,就把你扔在那火车里,就扔到火车里烧了。 不是,这火车的车厢,车厢开,那个火车头上,不是,火车头上不是火吗? 烧火了,把你扔在那儿。 就被你烧了。 那,几乎中国人呢,实在,你们是没有想,觉得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 我们出去,带了四位出去,到了日本出界了。 如果他要发现你身上有枪,他就把你抓走了。 抓走了,等我们这位派人去交涉去吗?去想法把他救回来。 等你去,那个人就差不多死了。他得灌汽油啊,给你打呀。 哎,那日本人呢,人实在气死。 那你说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也比较爱国。你不爱国的。 可是,不止东北,列强在中国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 要揽外,必先安内,才能一致对外。 因此,国内的各个军阀之间,又是征战不断。 张学良对这些内战感到厌恶。 他说,这是谁造的孽,不就是我们吗? 看到生灵涂炭,做儿子的,不愿意打了。 对我父亲的人,我父亲相当的,我说话,旁人不敢跟我父亲说话。 我父亲的人脾气。 可是我,我这段事情很有意思。 那时,我到,这个地方叫木马吉。 你们知道的。 这一个地方去,我心里非常难过。 我就看见那个老太婆,我们那时候的火车能拿着面包给他吃。 他就在地上抓仇吃。 我就问他,你怎么这样? 你家里没人,我有儿子,哪儿去了?不知道。 我说,什么哪儿去了?就抓当兵去了。 我家里没有人,撞钉了,就剩我这么一个老太婆。 我家里没有人,拆财了,我也不知道哪儿去了,打仗了。 所以我就非常难过。 我就回来跟我父亲讲。 我说,我们打这个仗,为什么? 为什么? 张学良从郑州前线撤兵,把粮草都留给了北伐军。 他说,国家还是要紧,这么自己乱打。 他说,哪儿和这个北伐军呢? 那时候就讲解实了。 北伐张发奎,说北伐军我们不必抵抗。 我们自己还是出关。 出关我们自己东北这么大地方,有这么好的地方, 我们完全有军队,好好整理。 我们会比这打内乱好。 这是张学良的主张。 张老帅也听他的儿子的主张,就出关了。 这时候,日本人召集起来。 他们要张作霖履行在郭松林返凤时他所答应的条件。 让日本人在南满再逐五条铁路。 张作霖却以软磨硬炮装糊涂的政策来应付。 日本人又威胁要解除奉军的武装,以免赤色势力追击进入东北。 他们甚至要出兵帮助张作霖卖国民党。 他们甚至要出兵帮助张作霖对抗国民党。 但张作霖不肯。 他说,胜败是小,引狼入室,关系重大。 他不能做卖国贼。 他说,我这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 不过到最后,张作霖还是签了一份私人密约。 日本首相田中和满铁总裁山本都认为他们已经买得了满洲,胜负即将分晓。 没想到,关东军却在这时候杀入赌局,掀翻了桌子。 这个不是这么讲的。 东北那时候,他也不说一定要跟日本合作。 就是我们不要跟南京合作。 就是这么意思。 那么,我的意思是这样。 你要不跟南京合作,那你也没有资格, 我没有完全整个的力量来跟日本人。 我父亲并不知道。 所以我说他死了,可以被他这个事情,可以。 在外头人说他亲,实在我父亲的人比我厉害。 他反对日本人厉害。 日本人后来明白。 他很会操纵日本人。 换句话,日本人认为上他当。 他比方说,答应这个事,那个事。 做不到的事情,他都答应。 做得到的事情,他都不答应。 所以日本人恨到他。 我换句话,我不会那么做。 我做不了那能的。 我没有我父亲的能的。 我这人什么来都是硬来的。 前门火车站 1928年6月3号晚上,张作霖向北京告别。 他在出关通电中说, 唯望中华国座不自我而展, 共产赤话不自我而兴。 这个称鱼,21年后的10月1日, 终于在这个广场上实现了。 。 神乡。 人民跟后国。 神养人民政火。 今天整理了。 张作霖的专车驶过山海关 把兄弟吴俊生赶来迎接 他的儿子吴泰勋 与张学良同在兰州君寺 他补了个挂 大帅归矣 张学良还稀罗他说 你可真准 因为我父亲他有一个火车 他有个火车 那个火车是当年的西太后用的 他有一个客厅 有很大的客厅 6月4日早上5点半 专车到达沈阳郊外的黄谷屯 南蛮铁路和京凤铁路的交道口 关东军引爆埋在桥洞上的炸药 把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自上而下 压榨的粉碎 我的家就是在黄公屯那附近 距离非常很近 有三华里左右 头一天晚上就发现了 很多人就在那个铁路旁边 就是来来的去去 因为没有就近 也不知道 好像部队是有骑着马 来回这么做 第二天就听到爆炸的声音 所以我们家里头那个玻璃啊 整个都炸得碎片 满地都是 那旧我后亲讲 事后他讲是发生大事了 有什么重要人物 火车都被炸了 这样的情况 那时你还小 我那时候才是6岁 你听到爆炸声了吗 听到了相当的声音非常大 张作霖身受重伤 吴俊升当场身死 现在看到这段影片 张学良说 那个乔梁打断 我认为日本人是不自 这也是日本受众军人干的事 不自 我们是站在日本立场的时候 很不自他做的一件事 换句话 我们得不到好处就走出去 嗯 我说倒了他 把精度 张作霖被抢上一辆汽车 赶回了大帅府 他在车上说 这下要放尿走人了 上午9点30分 他咽了气 享年54岁 这下你把我问住了 我记不住了 我这本就把我问住了 我那天 好像那天我不在北京 不在北京 对 书上说您不在北京 嗯 书上说您不在北京 我不在北京 所以你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那是我不在北京 大哥我不在北京 我不在北京 我在南州岛上坐在 我在坐在 他说 我可以这么想起来 我父亲他临此说 他要紧投一句话 到家 他说 你不要告诉他知道啊 所以我在南州 正作战 还作战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 谁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 他不愿意我难过 我父亲他对我 他不让我知道那件事情 他不让我知道他死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日本人 在各处 你说岩战 那时候日本 有很大的力量 那时候金方路 有日本 有一段是日本 他拼命就是 查我 因为这样 我躲避他 躲避他 躲避他 还有 我到凤田 要不愿意 人家知道我回到凤田 因为我父亲死了 死了 不愿意 我父亲死了 没发表的 外头死 你要讲这个 那也讲 那我们也算是很厉害的 日本那么侦察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 等我回到凤田 我 我会写我父亲的字 我父亲他写的字 我写的跟他一样 他下命令 那么图障是在那的 打图障盖的命令 都是我下的命令 拿我父亲名义下命令 那么 我一派谁 我一派 我一派谁 可事实都是我写的 那我父亲已经不在了 人不在了 都是我写的 换句话 现在可以历史上 可以说是假的 都是我写的 那么把这些事情都发表出来了 那么过了七个日子 才发表我父亲死掉 我外头直直的 我父亲 这段事情 所以日本人那么厉害 我不配 这段事情 但是最大的力量是 张世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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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死了 为死外头 不知道我父亲死 就我的 我的妹妹呀什么 他们都穿上好衣服 出去看戏呀 和干什么 大家都想这家里 不会有生死 这是她 这是她的难排 东北 为张作霖 办了盛大的葬礼 张学良 在府顺郊外的 萨尔虎地方 选了一块墓地 为父亲 建了一座 元帅陵 这里 潜有浑河环绕 遥于铁壁山相望 林母在1929年动工 但随后碰上九一八 工程停了下来 张作霖的棺木 一直放在大帅府 张家老臣曾向关东军司令 本庄凡请求奉安 但因为张学良 不肯向日本屈服 本庄就不同意 因此 这里成了一座空岭 所谓元帅林这个地方 是我东山省的人 当年呢 那当年的时候 要想给他做一个坟 不是我家 是东山省三省政府 要想预备在这个地方 给我父亲盖个坟 葬在这个地方 想预备在当的地方 就是后来就没了 所以后来他们就不叫元帅林了 他叫元帅林了 本来那个是元帅林 林寝的那个林 所以改成元帅林了 日本公使方泽说 张作霖是一个倔强 刚毅不服输的人 改观论定 张作霖算得上是一个 要鼓起的中国人 他口头敷衍 可以可以 和事实签字 他说我这不签 日本就说 就叫他没信誉 说这要不得 所以把他给打死了 张老帅这人算是 论他是说 这是爱国的 封江大吏 你中民国以来 封江大吏 为国而始 他总是为国而始 为国而始 他是第一个好汉 你其余这些人 所以打天下人 打天下人 打天下人一携手 都是匪啊 朱元璋何尝不是匪呢 孙中山也是孙匪嘛 都是匪嘛 得天下以后 他就不叫匪 所以张作霖这个匪 一携手 就是我说 他是保险队 不是那么 杀人放火抢 不是那么的 是比较 比较 是合理的 合理说合法的吧 据说 本庄凡曾向张作霖要守末 张作霖落款写成了 守黑 他幽默的说 中国人不失寸土 张作霖曾经说 我没有别的什么能耐 但自信保守东北这块土地 尚能够做到 你看日本人想在东北实现二十一条 他拿得了什么 他一条也没那个实现了 张学良最喜欢的一句话 就是西安事变军法会神以后 审判长吕列军说的 不愧为张作霖之子 四季行过下一集 东北一字 东北一字 就是我们父子没刮过水平 哪里有 这个不要误会 不是讲的那样的 那完全是我个人的 和地上不地上主意 国仇佳恨 卓之颜色 日本人炸死了 张作霖 还要叫张学良 不要与南方合作 如果不一字统一 日本愿意支持东北独立 请张学良做皇帝 张学良拒绝了 他后来在50年代 在台湾写了一首诗 大意思 聂子孤城亦指如 田英大义扛强壶 强壶就是指日本 封公其在尊民朔 意思说 我张学良的封公 不是在尊奉民国的正朔 而实在是 确保东北路半途 叶沙其夫 名作其家 张作霖死了 日本派出元老众臣林全柱 来沈阳调丧 日本以宗主国的立场 告诉东北新军 不能一致统一 东北那么大 日本人叫你独立 那你独立 你独立 你独立跟中国妥离 你就跟日本去了 你 你当然是中国人 你为什么独立 要独立国 那日本愿意独立 你这个人 你这个脑子里 对国家的事情 那你独立 你不就跟中国妥离了 那我是中国人 所以林全柱 来给我父亲吊笑 那说好的话 那林全柱 这个人可真是好外交官 所以林全柱回中 他跟我说好多事 他说 我听到人家 他最后我总不 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给他答复的 实在的答复 他最后他要走了 我晚上给他践行 我又喝几中酒 我认为我现在总后悔我死 那句话我失言了 他那一定林全柱 那这是我头等外交官 那他说 他甚至中国的古典都 他念中国书 我念得也很好的 他都说 我说 林全柱先生 你所替我想的 替我自己想都正确 他说那很好 他说那你到底怎么 为什么不 我说你忘了一件事 他说那我很愿意 我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所以林全柱的人也很厉害 不不他不 他回到日本去 他告诉他 他说日本你 你对这个人 你不要 你不要再想操纵他 做多少点 1928年12月29日 东北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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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张一职 表现得非常地充足 另外是内部人反对 那是央行最反对的 日本人那时候 那反对更厉害了 但是最后 就是他 他这个 怎么他也没动摇 最后换旗了 你尽管 你就是表面上 中国总是统一了 所以那个 那个中国 这个东北换旗 那比张一职 表现得最好 所以如果说 有人说他政治上不成熟 恰恰一样 他呢 对东北换旗这个事 他的那个 那么主张的 那么坚决 那确实表现得 很成熟 您觉得张先生 先生对于国家 是不是特别热爱 国家民主观念 这是从他 这是他 从青年时候就这样 他说国家非统一不可 他说不同意 咱们的国家 最好几个人过分 那时候我们东北还枪马圈 我们还有三十五万人呢 就是张主林被死以后 那时候东北还有点飞机 蒋介石没有 要抵抗可以 他自己亲自说是 他自己做副司令 在第一 他完成统一 这个他爱国也是有环境了 他也就说的 他说如果咱们自己 各方面往一块凑合 和日本还可以对付你 他说 要如果分离自己打难呢 更糟糕 这很对 国仇家恨 卓之颜色 张学良的意志 明告日本 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 宁给家奴 不渝外贼 当然那个时候是很高兴 好像是这个东北意志了 这个北伐成功啊 我们都是高兴 青天白日期 成了东北人的国家认同 台湾行政院长孙允玄 在918后逃进关内 在山海关看到国旗 感动泪下 您从那个918以后进入关内 第一次看到中华民国国旗的时候 山海关 山海关 我哭了 哭了 日本抓我 日本抓我 枪毙 对 好久是 是是 那是关内区的奖励 一至不到十天 东北发生内部相残的羊肠事件 对 触觉杨语廷和长云态的现场 对 对 这个老虎听位呢 原来 长云态 原来改放着老虎的标本 您儿子能 现在这个标本呢 放在沈阳的高地上 撒杨语廷的时候呢 撒杨语廷的时候呢 我们的旅长是王以辙 这天这个十八年一月嘛 一月十号 晚间我们的旅长就把我找去了 他说你把你这团的集合 他说冰工厂啊 那沈阳冰工厂 入沈阳东门外 是冰工厂有 有共产党煽动 有暴动 沈阳就住东门外嘛 看你这个 张老虎鞋一相 这两种手枢说 踩斧很近 me 那天��这一团呢 到东门外 pois Wars 对冰工厂做警戒 有事情ae 就把他解决了 我带这一团就分併了 说冰工厂要有暴动 这我让你去警戒 sj 等于7小时到九点半钟了 九点半钟啊 我们这团长来了 你把团带回去吧 没事了,你随我到帅府来,到张贤良这办公的地方 我进这帅府,进这门的时候,从参谋总长容真 参谋长容真同时来,找容真来 张先生见到容真,拉着容真的手 老容,老容你摸我的心,还跳呢 老容参谋长就莫莫心妙 他说,杨长叫我撒来 他说,你赶紧写电报,写电报 杨宇婷,浩林阁,辽宁法库人 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张老帅亲信的总参议 信任到他可以缴帅令,杀郭松林 那时候,在兰教开会了 事情不要了,说,我就意思,我就杨宇婷先回凤天去 先回,因为凤天事情不好,我不知道 他回凤天,我把事情弄好,我得回去 他不去 他不回去,他不回他,他不说了,他不回去 他不回他,出去要看看军队 那我一直要看看军队,你看看军队去 那我这人从来不怀疑人,什么是在脑,让他去看 让他去看 那些事情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那么军队你也太难了 他说一句话,我把我说了 所以这人说话,他说你那个军队谁也碰不了 谁也碰不了 谁也碰不了,他拿你当圣人 拿你当圣人 是的 哦,我心里明白 所以这句话,你这我明白 我不要,我让你回凤天,你不回凤天 你到外,把军队都视察一回,看看军队对我如何 嗯 你担着什么心 是是 有什么问题 那你去看看军队,你说这句话露出来 你的军队没人敢动,没人碰的 对对 拿你当圣人 那你就因为这样的 那么,所以 他把这句话说出来,我当然存在心里去了 嗯 这个矛盾不是一片积累 就说这个 冰冻三尺,不是一日子寒 这个矛盾很多 但是张越平回到东北 掌握政权以后 就想和张越平和杨越平 化解这个矛盾 啊 好共,这个 这个 帮助他 来到东北的东北的事 啊 处理好 啊 杨越平 不买这个字 啊 啊 杨越平那时候你 张越平安排的什么 叫他当独军 不去 安排什么他都不干 可是他还什么事都在管 嗯 这是平日积累的时候来的 是矛盾了 林国之能,敌国之仇 杨宇廷,常英怀 是有才干 但太娇恨了 日本人也以其战国历史上 少主封臣秀赖 被德川家康篡位的故事来挑拨 这是这个林泉柱说的一句话 使我不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回到日本去回的时候 有人就问他东北的,他在东北的事情啊 他,就是谈到杨越平跟我的事情 他是秀吉秀赖耳 所以我猜 这个秀吉秀赖耳何说的职业 什么意思 那人家跟日本人跟日本人说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来查这个书是怎么回事 那他的意思就只是杨越青跟我两个人 哦 杨越青跟你 就是一个都取政权的意思 对对对 他说将来东北就是他两个都取政权 对 我为这个事情,参考 我翻日本历史 我把他来看了,哎呀 翻日本历史 这句话 后来你了解 加烂 最后引发杀鸡的又是铁路管理权之政 在黑龙江当主席 是 是 那么他拿黑龙江的名义 他买两万支枪 哦 他买两万支枪 他买两万支枪 我不知道 我并不知道 哦 他并没跟我讲 但是 他到这个枪的发护照了 嗯 他这个护照 发护照的磕了 他就问我了 嗯 说他们 说是这个 黑龙江买两万支枪 要我们发护照 你知道不知道 哦 你一定想不到我数据什么 哦 我点点头 我知道 实在我不知道 哦 你真心 我说我知道 嗯 那么 他们 这个黑龙江买了两万支枪 那我就知道这件事情 我就 我就 我就直截了当 问他 嗯 问他 你为什么要买钱 买两万支枪 他说 他说我在地方练民团 我练民团的卫生用两万支枪 嗯 他说我是要 买一万支 再卖一万支 把这个钱挣回来 嗯 嗯 哈哈 哈哈哈 你给我说这套 那么后来我就 所以他 所以这人做事情 那么那东北山省的这些个军人都是我的部下 是 那么他黑龙江警户处长姓邓 嗯 那他就抓这个警户市长 拿这个警户市长 要他练兵 嗯 那么这个警户市长就报告我了 嗯 当然他 他说我的部下报告他 是 他黑龙江要练兵 嗯 就反了 嗯 那么 这个 最后有 冲突的原因 最后有这样冲突 那时候常用怀啊 是什么呢 是奉天的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 哦 对 他很 全很大 是黑龙江的主席 嗯 全很大 嗯 那么 吉林呢 那不是吉林了 就是 中东路上 中东路上那个是呂 呂荣环的 嗯 是中东路的这个 向董事长叫什么名字 嗯 那么这个 我最后冲突就因为这个事情 嗯 这个 当然都给我下命令了 那么这个 就是 杨玉婷啊 就跟我商量 要被这个 这个 李仁环撤掉 嗯 让这个 常用怀当这个事 哦 又揭一个 我说这个常用怀能力也太大了 我说 他当奉天的这个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 是 当了黑龙江的主席 现在要带吉林去 要做这个 哈哈 东山上没人 只有这么一个人嘛 哈哈 哈哈 这怎能他一个人 把三省都做了 是 三省都 都要他的事情全了 嗯 那 就冲突就在这 嗯 让那个 你不得爱 那 那 我就 我 我心里面这事 我就火了 嗯 我心里发火了 嗯 所以晚上请他俩 我把他俩都抢去 嗯 有没有丢姻缘呢 你说 你说 你说是那个钱的事 就是这件事 嗯 所以我太太 我太太 我那 我余奉政的太太很有意思 我们都跟他 杨玉婷家来 我们都很跟他家来 跟他太太 杨玉婷太太们都很好 嗯 我们都都到了家 我太太跟他太太 那我自己就 下不了决心啊 也没人伤 没人可伤 嗯 你要 我说一次 我 我不大很迷信 我为这个事 真迷信 那我就是 我这件事情 我应该做 嗯 我拿钱 你就出正面 嗯 能 他一回正面 他一回正面 他第三回 还是正面 三正 哈哈哈 我想这个钱不对 哈哈哈 那是我的人 我翻过来说 假如我不做 我要不做 我就说 假如这个事我不做 那我就是不对 哎 那你就出反面 是是 那他一回出个反面 嗯 再他一回又出个反面 哦 到第三回我不看 让我太太看 我到第三回了 我太太哭了 哦 我去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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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我知道你要杀人 啊 是是是 我知道你要杀人 你还杀人 嗯 这也就是 哈哈哈 这个机会太少了 哈哈哈 所以那个 那个钱带我 带我那个 带我那个铁柜 后来说 不晓得我铁柜有块洋钱带 哦 我留的 留下做纪念 嗯 所以你说这件事情 很很怪的事情 很怪 他说 所以他哭了 他说 我真的要杀人 所以那是你想过 把他先关起来的 啊 对啊 你这个事不对的 这个事啊 不能关 我一样上榜 一样下榜 这件事我太太有关系 我那余峰智太太有关系 嗯 我当时我不想杀人 我想过啊 把常严怀相给 哦 把把杀人关起来 那么我太太问我一句话 他说你把他关起来 你将来怎么办 对 如果 在东北这些大佬来 来来来保他 你是保 你是放下 哈哈哈 是一样上榜一样 看你放不放 是 我去那时候 他那个 那个尸体还在那 在那 拿这个地毯 那把他们 都裹上了 我那就送 送到这个 洋池那去 送到洋池那去啊 就是让他们家属啊 把这个 把他们那个尸体接回去 哎 哎 同时呢这个 这个 张学良啊 还给这个 杨月平的这个太太啊 还寻了信 安慰他爸 啊 这个 这个杨建和这个 长寅怀家里头 每一家里 还给一万 一万谢阳至上费 嗯 对于 对于杨建 哎 怕有 怕有些人呢 对这个家产要 要 要打主意啊 哎 他还指定了几个人 不这个 我们这个 就杨建 杨建的家产 不许不许动 杨常有 至死之由 无婴杀之罪 张学良也很痛苦 他对杨夫人说 建成元吉之事 又有何策乎 他给杨家出前后葬 提了这幅晚联 举同西蜀偏安 总位又长灰痛泪 七绝东山淋雨 中联管书 勿留言 杨玉廷呢 聪明脑干 四个情意了解 这时候张老张一死 他就看不起张学良 尤其是扯祸传言来 这时候黑龙江死了副主席 这时候杨玉廷去压派的张学良 那时候不像样子 抽压派烟打马飞 那东北政权摧烟打马 来不及了 长一回来不及了 说到黑龙江成立五四十个营的警卫队 三林警卫队 武器没有啊 有兵工常用武器 所以杨玉廷私自给他 这是要造反的 这时候张学良不能忍耐了 他要不杀杨玉廷呢 这时候就政治斗争了 那法律到底是什么 没法讲的 怎么样一个孙主席你就杀了 杨玉廷一个当过军团长的 你就杀了 那法律讲什么呢 可能政治斗争非杀不可 他不杀张学良这么稳定 这是杀杨玉廷 杨玉廷 被演的 后来老虎厅关闭 后来老虎厅关闭 老虎标本现存同则中学 校内还有这支余奉志手执的梧桐树 主少国仪 邻国一清 张学良沙 杨长 是鲁莽清帅 还是时不得已 这个是这个 后来张先生说的 他就是事务处 王亭武是不是 不不不 地区事务处 有个蓝玉埔 你知不知道 他就在这 他原来是写内帐房 那边是这个承起处 那边承起处 这个老虎儿当大爷帅的时候 那时候叫承宣处 那个大老 承宣处 承宣处其实也就是传达 是传达 是传达 那外用好的名字 这个门都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门 这个里边这个门呢 叫伊门 李伊的伊 李伊的伊 伊门 这个伊门呢 平时啊 是官上的 官上的 你看 有这个贵宾来了 分等级 这是都军声长以上的 敞开这个门 意思呢 这是一种理解 这个来宾呢 可以就一直走进去 但是一般的呢 都从旁边走 哦 军令部在后边 这个 这个是军事厅 军事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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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个屋子 张先生当叫军长 军臣俩的时候 那叫少帅办公处 嗯 嗯 我们要是从官内 要是临时回来 就到这来办公 嗯 在客 这屋叫 那叫总差医办公厅 嗯 杨玉萍啊 就在这屋 嗯 可是这个老事儿来办公的时候 就在这屋 嗯 杨玉萍 嗯 在张助林的时期 这都是住宅 嗯 嗯 我们从那边走 不 我们就是那边住 原来就叫天理人心是吧 字 对 那为什么取这个字 这老事儿 这些 老事儿 这个原房 就是 就是张少帅住的房 就这个 就圆圆的 这个还有呢 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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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慎行 你原来是对了 是在发现 有这个方 我就 看两桌 楼上 楼上 原来他这边有 会有个办公室 后来整个都 都做出卧室了 这些有个楼梯 这套法 后楼 原来 那边是这种人 对 那天 那天晚间 这个张先生就在这密厅里边 一个木板床在那 在那 在那场 嗯 他们进门就打 没有说是 切西瓜 这个堵牌上 都没有这些 没有说是在那堵牌 又是吃饭 都没有这个 事先往上都能安排好了 嗯 咱们老帅最大一套 停在哪 停在冬月 就是小青龙 不是 就是这个 小青龙 小青龙 是那个寿府人住的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 本来老帅 还会 软磨硬泡 搓蘑菇 但换上了少帅 他就是直来硬的 不给日本人颜色了 这时的日本人决定 用他们对张学良 讲过的那句话 陈 是剑色来的 而发动了918 四季行过下一集 追风赶渺 好 啊 东北一直中国统一以后 东北是家境建设 办教育 练军队 逐铁路 开港口 但是这些都与想独占东北利益的日本相矛盾 而同时东北究竟是要闭关自首 还是要入关平息中原大战 这也是从郭颂林反凤以来就一直有的争议 最终张学良还是贯彻了 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的方针 这一下日本人不能等了 日本人的国家 在多年年 日本人反抗了中国的一切和经济的秩序 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 中国想收回北满的中东路管理权 与苏联发生冲突 东北军在满洲里与红军激战 两个旅全军覆没 是以一业制一嘛 你才能左右开工 所以国务军 我都从少帅打高尔夫球 打高尔夫球就是啊 一看一吹一吹的军队 走到高尔夫球 别让铁路上往北去 我一问少帅 你都在哪开啊 对付老毛子 对付老毛子 老毛子要给他个教训 给他个教训 他告诉你 他还记得他告诉你 所以说 故意介绍他实力是不公共调话 你是怎么着要对付老毛子啊 你说给老毛子咋战啊 突然 几天之雷 连女的都把正确的部队 所以在满洲第一 被火转去他 他随便服务 这一来 你最好的部队 就把你一个欧洲人打得那么 这日本人也就瞧不起他 为了发动中东路事件 张学良汉蒋介石 第一次在北京见面 在这次冲突里 苏方的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官 是布柳赫尔·加伦将军 他原是1924年到27年 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军事顾问 三零年代中苏复交 蒋介石要他回来再做顾问 而斯大林复告 加伦已在大整宿中被枪毙了 这些列强的军事顾问 一方面帮中国打内战 一方面又做侵略中国的极先锋 充分体现了 是大副无私交的古训 加伦如此 本庄凡 刚村宁次也是如此 东北意志 国家统一 北伐表面成功了 但蒋 李 冯 炎 已回到各自的地盘 又因为边前会议不公的裁军问题 打了起来 这就是中原大战 1930年 这个阎锡山 冯玉祥和汪金会 扩大会在北京反对蒋介石 如果那时候他加入 那蒋介石可以把蒋介石打倒 他说还是拥护 那就拥护中央 这场战争 双方动员百万 死伤三十万 死伤之惨烈 比旧军阀历次征战的总和 还要来得大 张学良这时候 举足轻重 他在北戴河休养 各方信使落异于途 北戴河一时灌溉云集 蒋介石派出张群 吴铁成 方本人 李时增 对张学良许诺金钱 地盘等优厚条件 加上张学良 也不愿意国家再度分裂 乃在1930年9月18日 发出了习征 巧电 随即派军入关 冲垮了扩大会议 这是东北军的第四次入关 这一次 他们再也没能回去 这一次 张学良救了蒋介石 得罪了所有其他的人 这笔恩怨 又影响到西安事变 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 11月12日 孙中山诞辰 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 受到国民政府最隆重的欢迎 他与蒋介石 夜告了中山陵 为孙中山坐向揭幕 这时候的张学良可以说是 只得意满 顾盼子雄 整个华北正式都归他掌握 中山远眺 当时三分天下 他可以说已有其二 张学良在南京召开的记者会 参观了中央军的机械化武器 他与蒋介石 孔祥西夫妇游玩了汤山 双方家庭也展开了密切的交往 看着浩瀚的长江 张学良心中必然如此想着 国家从此太平 一切都可以向建设迈进 事与愿违 搅供的内战在江西开始 南京政府又有内争 立法院长胡汉民反对约法 反对蒋介石 以郑庄公队公输段的全谋手段 把国家名气拿来笼络张学良 蒋介石把他扣在汤山 从此蒋介石胡汉民 汪精卫分分合合 内计不能安 外也无从攘起 蒋介石抓了胡汉民 得罪了所有的老国民党人 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一大败笔 东北则得安定的 各种建设积极进行 首先铁路 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 做儿子的张学良 当然更不承认父亲被日本人掐着脖子 所答应的铁路合同 张学良加紧在东北自建铁路 即打通凤海之后 极海铁路也通车 宏伟的沈阳北站建成 东北准备在十年内 修八千公里的铁路 霍畅齐流 还要有一个出口 1930年 葫芦岛港开工 张学良穿着白色的海军服 主持了开工典礼 开工纪念碑 今天仍然竖在这里 这个港 摆明了要和日本的大连港竞争 东北不想再受日本的经济控制 葫芦岛港被视为中国复兴的曙光 葫芦岛是个岛了 它有很好的港啊 那么港那时候 它没有开港 好好的修船来 你明白这么是开港 葫芦岛开港 葫芦岛开港 日本人最反对的 因为葫芦岛开港 大连吃的很大的 所以我跟日本讲 我说你这个你 你反对我们干什么 当然是与你大连 可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 你不能说我 我不自己不求生的 东北海军也在葫芦岛操练 总共有军舰28艘 官兵3500人 那时候海域 我们那时候 也是朝创的 那么葫芦岛上有一个炮台 那个有一个炮台 那上的有一个很 有一门大的炮台上 那么他那海军到那练习的时候 就用那个炮 只有那么一个大的炮 是这样 张学良更热衷建立空军 投注很多新鲜 从外国买入了300多架的飞机 张学良提自其名 翱翔远驾 遇风凛然 准极万里 雕驳九天 1930年双世节 张学良在沈阳北大营阅兵 这是东北军的定胜时期 共有军队33万人 拥有各式机械化的部队 东北的炮兵更是全国第一 东北冰工厂生产大量武器 并开始试制汽车 东北讲武堂履经过冲 迁到沈阳的东大营 美其可训练1500名军官 另外 御兵于农 实施囤肯政策 整军与生产相互结合 开发边陲与巩固国防 齐驱并进 奉天已有仿沙场 张学良则资助杜仲远 成立了赵新摇曳公司 杜仲远 他原来是我在日本认识他的 他是那时候日本的留下 东北留下生 他是一个副会长 这个人我很想念他 他们俩都通乡 后来就到东北 我爸爸回来以后 就为了实业救国 实业救国这个想法 张学良特别赏识 所以他白手起家 办了赵新摇曳公司 那个大的资产 张学良资助很多 现在那个股份 还留给他们 旧水挤栽 植树造林 发展教育 张学良成立了 汉清教育基金会 资助中小学 及社会教育 并派高材生 出国深造 东北大学更是声誉斐然 为全国第一流学府 在1931年的918事变 就是我在那做代理教杂的时候 那是有三千多人 三千二百的人 三百多个教授和这个助教 那在现在人比较是很少了 现在东北大学就是改了 现在改 今年改了东北大学 他有一万三千人了 那三千人不过在当时啊 是很大的了 因为你说一个例子 南开大学 说南开大学 我们 我本人是南开大学 在那毕业的 我周恩来和同时 周恩来是第一班 我是第三班 南开大学也叫大学 都算起来啥 只有二百人 你就可以知道 二百人和 这个三千人相比例之大 他东北大学 所以通飞猛进 来得快点 他主要还是钱 这个是不得不归功于张学良 和归功一起守张老帅 他们很有眼光 他拿钱办这个东北大学 我们在那个时候 我经手说 我们那是全国经费最多的时候 我们一年有一百六十万 在清华只有七十万 是奉天的省主席 叫王总江 这个人与奉天的政治上很大关系 东北大学是他创办的 那么我父亲去世了 我负责任的时候 我父亲留下的遗产 我拿出大部分的 我要办教育 办教育 我想办一个大学 自己想办一个大学 那么后来东北大学听见这个事 他说你那样 我们东北大学也很需要钱 你被钱捐过 我们被东北大学 好好的扩充好不好 你何必再另办一个大令 起足招 那么后来东北大学 请我当校长 那我这个校长老爷 是说那回事 那么我就把这个钱 几千万 三千万块钱捐给东北大学 我们普通那个教授 给三百六十块钱 那个时候 清华最高的是给三百块钱 这个东北大学发达之快 教授之好 这时候中国是讲的 重赏之下 比较勇服了 所以北京这个出名教授啊 都到都到处官来 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因为好学生受张学年聘请到东部大学办体游戏 那我就辞退女高师 那个时候已经叫女子文力学院了 就是女高师就改变了名称当中的一个 这样子我也就 那个时候还是两兵建立 两兵跑 有的时候在北平 有的时候就到东北 大概那个时候是明国二十年左右 你见过张学良没有? 哦 很熟啦 因为他常常到东部大学来打网球 那好学生常常跟他一块打网球 东北大学 张老先生拿出来多百万的钱 建设校舍 汉清南楼 汉清北楼 建设体育场 发展体育 中国体育开始来注意 来提倡的 实在应归咎于张学良先生 东北大学修建了一个马蹄形的体育场 举办了华北运动会 这个体育场现在在沈阳的体育学院里面 张学良还资助了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去参加柏林奥运 刘长春啊 飞毛腿啊 刘长春啊 飞毛腿啊 也是东北大学的一个学生啊 有好先生带他去 对了 就是一个人带了一个 1931年啊 是第一次参加奥运 他一个人 一个人 我们想他一个人 因为在于一个人呢 还靠近这个100公尺啊 他那个时候中11秒多一点 这不到12秒 所以一个人呢 还可能有希望参加的决赛的那个机会 结果在预赛里头 一两公尺只差就被刷架下来了 您在德国啊 对看德国人的这个精神 看德国人的教育 对您后来办教育有没有什么影响 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在那里 我是这个体育考察团的副团长 那我们就 除了参观这个私运会以外呢 我们还参观他们的这个体育 还参观了俄州其他国家的这个体育的设施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个体育的这个普及到民间 你到礼拜六礼拜天啊 你看到外面的公共体育场 这些运动场啊 都是人满自换的 有一个这个德国人啊 召呼我们这个代表团 Hawes 他名字叫Hawes 后来就认得是通我们是Cursion 不是也发 het好吗 Hawes 那个孩子啊 是第一次大战人以后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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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bers 所以很瘦瘦的 不是很高大壮实的 他始终啊 跟同这个代表团 这个就是多少年南逢的一个试运会 从来不去偷偷看一次 永远陪不着这个代表团 不分之不得负责任 就是我们在随时随地 看到德国的整齐清洁 那个少年团出来掩饰 拿着铲子 那种精神 看他们有些个地方 都知道风雨如来的那个情形 小的大战可能很快要发生 世界各国都在追求富国强兵 德日裔实行法西斯 中国实行训政 党化教育进入东北 因为那个时候张学良 南北合作了 有三民主义 我们最困难的就是 我的最头痛 我是代理校长了 就找这个三民主义先生 什么人来教啊 中早续早早一个 我不大记得现在这名书 党部派一个人来 用学生拿他开玩笑 瞧不起他 同时他那个党里 实在三民主义就是他 根本就是孙仙 当年是个革命演说 当作革命演说是可以 你当作政治正学去念他 实在是不通很 可是那个时候 谁都不能说他不通啊 学生不管他 学生就问他 中间其中有一句 孙中山三民主义 民权民族民生 他说最要紧的是民生 但是他演说中间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现在台湾不大说这个了 他其实真有这个话 那么既然你是民生主义 就是共产主义 那实行共产主义 就是实行民生主义啊 这不是学生的 logic很对啊 那你那个教员 他就是啊 张嘴皆舌 他没法说 这是其中 这一个 其一类是多了 因为他这个教员 他根本他没有训练 他不是像普通教授 就伤过什么学过也 这都没有的 他根本他不行 好在那个时候没有几年呢 我在当时那时候 只有一年半 以后就九一八事变了 都不讲这些事 就拉倒 日本人的侵略 可不是开玩笑 东北一切的建设努力 追分赶秒 就是为了追求 中国的独立自主 这就预想独占 东北的日本利益 相矛盾 在我访问张学良的时候 有两段话 使得他不太高兴 其实我是激他的 我问他 东北那么大 日本人叫你独立 你为何不独立呢 他说 我是中国人 我为什么要独立啊 我独立不就跟日本人去了 你是中国人呢 你为什么要独立呢 那我又问 你们东北人 是不是很想抗日 他就说 你问这句话 就证明你不懂我们东北 你不知道我们受日本迫害之声呢 我们都要抗日 不是很想 而是我们必须抗日 四季行过 将来我们还要讲 张学良与蒋介石 如何骨肉丑丑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